我们奉劝柯文哲市长去检讨你的用人 检讨你的市府团队 把坚持转型正义确行打压教师组织这样的一个行为收回去 我们也要求教育部 他应该把教师会的会务家 明定在教师法里面 那么在这个法律还没有修订之前呢 台北市教师会跟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所约定的聘约准则要点 里面所明定的给予教师会干部会务家 这个是合乎法令规定的 我们要强调的是 既然教师法里面所定的教师权利义务 是由聘约来约定 那么在聘约里面约定会务家 当然是合法的 那么教师会它的组织是依据教师法所明定的 那也有它的任务所在 而且台北市教师会跟台北市政府在聘约要点里面 也明定了教师会的干部 应该给予会务家 因此呢 我们认为台北市政府用坚持转型正义之名 来取消教师会的会务家 这是一个毁气承诺毁约的行为 而且是打压教师组织的行为 他竟然还敢用所谓坚持转型正义之名来做这种事情 简直就是侮辱了转型正义四个字 因此我们认为柯文哲市长 你如果是这么的在乎转型正义 应该要好好的来想清楚 这个是转型正义吗